真的可以讓你的皮膚 非常的滋潤跟保濕 然後個人生活方面 我非常非常的愛喝水 我就是一到家之後 就會有兩個那個保溫壺 我一定要兩瓶 因為一瓶就是很容易就喝完 然後我都一定是喝溫偏熱的 然後每次躺在床上 就一邊看劇一邊喝那個水的時候 喝到一半我就會開始有犯恐慌 然後我就會指使我女兒說 欸 離婚離離誰進來 然後他們就會做什麼事 我說幫媽媽加水壺的水 記得要溫偏熱 所以我女兒現在都非常會拿捏溫度 然後他們那個水壺送進來之後 我就會說OK Thank you 然後他們就會不走站在那邊 我就會說有什麼事情嗎 他說媽媽你要不要試試看溫度 然後我一喝我就會說 Good job 因為你知道那個家燙水的時候 很容易會燙到手 可是他們都為了愛媽媽 就是不怕這一切 所以我很感動 所以不管在那個身體方面 以及臉方面真的就很濕 但是我說的是滋潤 老公也很滿滋潤的狀態嗎 你說什麼 老公也滿滋潤的狀態嗎 我老公倒是沒有大肆的稱讚 我說老婆你好濕 但是他只是覺得說我的狀態很好 他就說 Baby 你皮膚好像小孩 或者是你的那個姿態就是很年輕 我覺得姿態也很重要 就是如果你這樣的話 就會看起來老太隆重 可是你如果就是硬把脖子伸長 就會感覺比較有氣勢跟年輕 所以覺得這個代言保養品 在這個野兵圈裡面 應該是沒有女性能夠升任 因為保養品實在是太多品牌了 所以還是會有一些 就是莫名其妙的女性 被邀請找去代言 因為我現在很喜歡看吳秀波 因為我有在看那個軍師聯盟 然後現在已經演到下棋了 然後因為張軍令跟他那個 對手戲很多我就覺得 可是我承認他 他在戲裡面也很漂亮啦 所以這就是 誰 你說誰 余和偉啊 喔 因為曹操 曹操第一集死啦 然後後面他的戲份就很少 然後我就變成專注在那個 司馬姨身上 就發現吳秀波實在太諱眼了 最近就是愛他 最近最愛的新歡是他 最近最愛的新歡是他 對 沒錯 不是陳韋婷嗎 那陳韋婷怎麼了嗎 陳韋婷 你也知道雙子座 然後又是上了 就是雙子座的婦人 就是你幹嘛要那麼忠心呢 因為我的忠心已經用在婚姻上面了 我何須喜歡別的男人 還要那麼忠心 所以當然就是要不斷的換啊 所以陳韋婷已經是 稍微有點過去了 喔 昨天您自己 那謝霆峰幫你製成這個 你要不要回饋他 他最近要製成 對不對 你說謝霆峰嗎 對啊 他當嘉賓之類的 謝霆峰他出唱片的時候 有請一些藝人朋友 就是問他一些問題 然後他們就有請我問 然後我就問了他一提說 嗯 我很想要聽到 你跟王菲合唱 你會跟王菲合唱嗎 然後錄完之後 他們唱片公司的人就說 可以問別題嗎 我就說 不行耶 因為我只想問這一題 結果他反應怎麼樣 我不知道他記者會辦了沒 辦了 辦了嗎 那他可能沒有 他可能沒有把我這題撿進去 所以還是希望喊話說 他可以回答這題 對啊 因為你們難道不想要看到 他跟王菲同台合唱嗎 很像喔 因為他之後好像會來台灣演出的 我想他可能會邀我吧 因為我覺得自從我上完他節目 還有他上完我節目之後 他就對我產生了一種 莫名其妙的好感跟信任感 所以我想他應該會接到他的邀請 他是罵你髒話嗎 可是你想一般人會問他說 你跟王菲 王菲洗澡的時候 你敢進去看嗎 你就誰會問他這一題 可是我問了 然後他也就是笑笑的說 欸 他有回答 我說你大便的時候 王菲可以進去看嗎 他說不行 我說那洗澡的時候呢 他說那可以 因為我前面先跟他坦承了 我跟我老公的相處知道 所以我覺得他對我還算 蠻那個掏心掏肺的 昨天您請說生女兒 就是要問你什麼意思 什麼意思 怎麼生女兒啊 因為他可能想要一個女兒 因為我之前一開始要生小孩的時候 都是在鑽研說怎麼生兒子 然後後來都沒笑 還是就用在這個旁邊 就是什麼吃藥啊 體味啊 然後男生要禁育啊 什麼各種方式我們都試過 然後三胎都生女兒 然後三胎生女兒的狀況之下都是 老娘受夠了 我不想要再吃這些東西了 生不出兒子又怎麼樣 我就是其實真心喜歡的是女兒 然後我就說老公我們就不要管這一切了 然後那天我們就會說好 然後就 relax的買醉 然後買醉完之後就激情 就激情 然後就你知道嗎 就是你知道嗎 就 就大做特做之後就連三個都是女兒 所以林志穎如果想要生女兒的話 我就勸你跟你老婆都喝醉 然後不要管捏什麼其他房間的東西 好 謝謝大家 之前好像跟那個老公合照啊 然後王玉好像說老公的穿衣風格都變了 然後像梁朝偉是不是 有像梁朝偉嗎 我是覺得他比較像古具雞耶 為什麼 因為他跟古具雞是同一種臉型啊 就是鼻子圓圓大大的 然後重點是我老公最近身材變得非常好 就是幾乎零脂肪 然後上面是整個身體是倒三角形的 然後他最喜歡問我的事情就是說 Baby你摸我胸肌多硬 你摸我手臂多硬 然後就有很多人問我說 那他身材變那麼好 你們有沒有激情指數增加 我說沒有啊 因為他臉還是許亞軍啊 所以他穿衣風格真的有變嗎 還是那一天就是 沒有就是他因為運動量太大了 所以他穿運動服的次數變多了 我喜歡他穿運動服的樣子 講一下說有關於開放上面的事情 要不要在那邊陳述一下 對 我覺得我最近在臉書上面的那個內容 常常被人家誤解 就像狗毛事件 有人以為我真的穿狗做的毛 狗毛外套 然後那天跟我老公是一起去香港 然後工作 然後我們就一起在飯店 然後那張床是只有一個棉被 可是我一個棉被跟老公share 我就睡不著的 因為一轉身我背後就會很涼 因為我睡覺一定要全裸 然後我就跟我老公說 Baby我真的睡不著 他就說你就想像自己在黑洞 三秒鐘就睡著了 然後我就說好 然後他就轉身 然後我就想像自己在黑洞 然後我就要跟他講說 Baby我進不了黑洞 我話還沒講完他就已經 然後後來我就想說 你的黑洞就是 你進去的很高興啊 問題是我的黑洞門口就是 請問這叫我如何 這叫我如何睡 所以我只是要形容這件事 然後沒想到 網友一直把黑洞想成別的東西 所以鄭重的成績 我是要講說我老公在我耳邊打呼 沒有別的意思 謝謝大家 謝謝